为了宣传新书 向来低调的知名作家琼瑶 难得青山火线在镜头前曝光 因为这次新书内容 虽然是在描述自己照顾丈夫平心桃的亲身经历 但也等同于是把丈夫晚年 中风失智 在病榻前的生活揭露出来 这让平家人相当不满 因为早在三个月前 三名妓子女才因为插管事意见不合 双方在网路上公开比赞 闹得沸沸扬扬 而这一连串家务事的纷扰源头 来自于五十几年前 琼瑶和平心桃的这段 都怪记得 我就是缠住你 与你的缠住你不放 你活 我跟着你活 你死 我也跟着你死 如此浓情蜜意的爱恋 不止在琼瑶剧中扣人心弦 真实世界里高龄八十岁的琼瑶 也正面临人生最大的课题 他现在必须面临这种生离死别 然后在平先生可能 最后的人生关头里面 琼瑶竟然是这么的无能为力 最后这个照顾的关键的时候 他讲这样的话说 我把平先生还给你们 把爸爸还给你们 希望照你们的方式处理 其实那是一个 你说他真的放下了吗 他一定是放不下 可是他 他要讲出这样的话来 那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决定 因为他的挚爱平心头 中风失智 握病在床 他舍不得丈夫饱受病魔的摧残 不愿再查鼻胃管 结果却和季子女意见分歧 双方大打比战 从来没有宣告 家父自在病危的状态 因为中风引发的失智的现象 逐渐的退化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我想九亚阿姨可能 始终没办法真正的接受这一点 这一回不但家务事搬上台面 就连过去的爱恨情仇 也没有随着时间消逝 过去的事情 其实当然 因为孩子们已经经历过 当然是永远会记得 心疼母亲当年的遭遇 他在脸书里面也讲 就是说他现在此刻 他要跟平心头的原配道歉 他要跟他的妓子女道歉 他当年真的错了 所以可见当年的那个 那种拉扯的力道有多强 数十年来 琼瑶背负着小三的罪名 因为当初他和平心头 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 只是万万没想到 琼瑶一次次的投稿 早上平心头的内心掀起涟漪 他变成皇冠的牌柱 然后平心头欣赏他 那种感情也是 也是在无形当中这样发展起来 他自己也觉得蛮冤枉 就是说他也三番两次拒绝 他就说我不要 可是平波就热烈追求他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说千错万错 都要怪平波波 你来了 我们只有一起往火坑里跳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往火坑里跳 好吧 我们跳吧 我只要能有你 我什么都不要 25岁那年在平心头鼓励的催生下 琼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窗外》里面他就完全就等于他自传式的作品 念高中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 跟他的语文老师师生恋 那这段恋情维持了一年 老师你怕什么 在我心目中你是什么都不怕的 我怕害了你 怎么会呢 又是老问题 你的年龄我不在乎 我喜欢是你的人 与你年龄无关 他们的家里是不容许十几岁的小孩子去跟老师谈恋爱 不但是丢进家里的脸 甚至于你又自毁前途 然后给所有的亲朋好友看笑话 在他们来讲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妈妈是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 琼瑶出生于书香世家 爸爸是中文系教授 妈妈是建国中学的老师 身为家中长女的他 从小被父母严格管教 结果不但辜负了大家的期待高考落榜 还爱上了大他二十岁的学校老师 爆发了一场家庭革命 甚至为爱情深 再见了老师 让我最后说一声 我爱你 眼容绝毙 这段苦练老师因为这样子 一辈子没有办法再回到学校教书 那琼瑶也因为这样子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为什么会去写窗外 就是说是把那个心里里面很多的愤怒也好 那种那种狂爱也好 那种对世俗给加出他的压力也好 他都把它画成书里面的文字 这段刻苦铭心的初恋在世人的反对下 画下句点 那时的琼瑶万言俱灰 只能不停地写作 抒发情感 直到父亲的得意门声 庆云出现 两人随即擦出爱的火花 因为过去那段失声恋 然后家里面管他管得很紧 所以他恨不得 赶快那时候赶快结婚 我飞出去 过一个属于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当然 琼瑶的琼瑶姐的妈妈自然也反对 她觉得说年纪还这么小 21岁半年 重疗不顾母亲的反对 执意要嫁 但很快的这对年轻的小夫妻 就被现实生活冲击的熨头转向 他的先生就是在南部教书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教书的收入也不好 那琼瑶瑶就是靠着写作 然后那时候儿子中尾出生 就要靠琼瑶姐自己每天 一手抱着小孩 然后一手这样写文章 这样子来赚取生活费 那久而久之 对一个怀才不育的老公来讲话 当然心里会觉得很受伤 会对自己没有办法肯定 所以 你哭方式 妈给你口头的命 你还想哭回这个家 不许哭 你再哭 你拐死你 他先生常常有时候出去喝酒回来 会发脾气 会生气 就会有一些争吵 摔东西之类的 所以他也是处于生活在 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婚姻环境里面 琼瑶的人生再次跌入低谷 他疯狂地写作 逃避水深火热的可怕婚姻 你结了婚是不是并不快乐 谁说的 你别再骗我们了 我知道我哥哥对你不好 那时琼瑶的心境 全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上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时狂观杂志社的社长 平心桃 早已为他的文采倾倒 见面的那一刹那 平伯就爱上他了 就两个真的就是一见钟情 只要那时候就回忆讲说 真的千不该万不该 实在那时候不应该跟平伯伯见面 因为那一面见了之后 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下半身 仿佛千里马遇见伯乐班 两人大谈文学情投意合 但当时他们更有家事 绝不能做出离经叛道的事 26岁那一年 琼瑶先结束了自己的婚姻 当他离了婚之后 平心桃的婚并没有离掉 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跟他太太离婚 那所以他就跟琼瑶讲说 那等小孩大一点 他可以跟小孩可以解释的 清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再去离婚 琼瑶姐那时候反正讲说 你不用 我不会等你 你也千万不要给我 这么大的压力拒绝 可是平伯伯从来不放弃 不愿介入平心桃的家庭 不愿再当第三者 琼瑶屡次提出分手 平心桃依旧不为所动 又以为他的手段更是激烈 平伯伯就把这个车子 开在一个悬崖一边 你不答应我 现在就把车子开下去 琼瑶就冲出车子外面 他也趴在那个悬崖边的 那个车子的板筋上面 两个人就在那边这样 抱头痛哭 因为琼瑶真的觉得 平心桃那一刻很可能 就真的会跳下去 很撕裂很纠葛的爱 造成他一个温文如雅的书生 一个皇冠的大老板会这样做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在那一次的这个悬崖事件之后 其实他们的关系是有 有在往前走了一步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各发现说其实都离不开彼此 都没有办法没有对方 十年后 平心桃的小儿子平云十五岁 他与原配林婉真签下离婚协议 原配的三个小孩 对平心桃对琼瑶当然是不满的 然后他们对于觉得说 我的母亲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为什么要离这个婚 是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刚说到琼瑶和平心桃相识 相恋相恋时 两个人都是已婚身份 这段不被世俗所接受的恋情 直到各自离婚后才结文连理 此时已经过了16年 当时琼瑶也41岁了 两个人的婚姻维持至今超过39年 始终被平心桃捧在手心呵护的琼瑶 最难以承受的就是成年 依靠了丈夫如今失智 忘了她 平心桃离婚三年后 和琼瑶结尾正式夫妻 让这段长达16年的恋情 一起出台面 她习惯一个人睡 所以她跟平波波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房间打通 然后中间有一个门可以户头 你到我这里 我到你那里 然后两个各自睡 各自的房间跟床 然后琼瑶姐她讲说 她从她自己的床 走到平波波的床那边 要走20步 纵使每晚隔着20步的距离 但两人的心仅仅相依 再加上贫心桃比琼瑶年长11岁 所以把她当公主般宠爱呵护 可原200多坪 有100多坪都是庭院 那那个就是为了给琼瑶 琼瑶可以在那边散步 喂鱼 遛遛小狗 然后再回去写作 所以琼瑶会变成这样的宅女 都不出门 也都是平波波把她宠出来的 在琼瑶的专属天地里 她只要专心写作 因为平心桃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本来帮她处理生活大小事 解决事业上的迎难杂症 这是南征北桃 建立琼瑶的戏剧王国 我姓汪 名字叫诗意 好名字 诗情画意 很好的名字 错了 是失落的诗 意思的意 我想到我的费仁凡和子凌 能够在普罗旺斯 谈一场本世纪最浪漫的恋爱 我的心会飞舞起来 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 重有满脸喜悦 向来低调的她 鲜少在荧光洞前公开两项 我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希望做一幕让我没有遗憾的戏 我要一个很男性的男人来演我的男主角 而且我觉得贝云帆这个角色 她绝对是一个有霸气的人 就是她站出去就要有她的那个气势 砸下重金亲自悬角整个剧组远够法国拍摄 这回在琼瑶的坚持下 她们三度重拍一脸幽默 我比较注重对白 我认为男女彼此吸引 绝对不是只靠外貌人 我从左边看她是座铁塔 我从右边看她还是座铁塔 从中间看她依旧是座铁塔 我想这一段对白就是我比较注重的 就是第一次相遇不是一见钟情志 不是容貌的而是泪海的 仿佛描述自己和平心头一样 因为心灵气和才能走到这一天 但2002年老天父和她开了个玩笑 她依赖已久的大树竟然病倒了 看牙医后来没有看好就是感染 感染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她眼睛没办法闭嘴巴也吃东西也 就是整个有点像小重工那个时候 因为一个带装炮枕夺走了平心头的健康 而向来备受保护的琼瑶 不得不变成一个保护者 在被踏前照料枕边人的生活崎岖 后来平心头甚至重度失智 让琼瑶痛不欲生 琼瑶姐跟平波讲说 谁你都可以忘记 但是我求你 我也拜托你这件事情 请你把我放在最后一个忘记 所以她那时候琼瑶姐每天就要求平波讲说 你要叫我亲爱的老婆 这句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也不过就是一句话 但是在对琼瑶姐来讲的话 意义非常非常的深重 琼瑶终于想到那个爱她五十几年 至生一至的平心头 有一天真的会用遗忘的方式离开她 她就心如刀割 当平先生这样子生病之后 其实琼瑶的整个的重心是会失衡的 她觉得应该让她不要这样再受苦 三个妓子女并不是这样的认为 所以这又是琼瑶在人生的这个时候 又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题又来了 家庭选择题的背后 纠结着千丝万缕的过去 琼瑶把过程化为新书内容 再度挑起妓子女敏感神经